2015年9月2号百革时事为你整理今天的评论 首先我们来看中国报的评论 标题是 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对于Versace集会 中国报钻囊作者曾子权认为 竞选盟的终极思想或许就是关心 因为关心未来 所以大家站了出来 因为关心环境 看到地上的垃圾就帮忙捡起来 因为关心他人之不便 大家帮帮忙让出一条路来 让车子经过 因为关心 彩虹旗在集会上飘扬 然而 反对者的关心再大 也是选择性的关心 例如 大家一起站出来 但一些人不可以 看到地上有垃圾 选自己想捡的来捡 看到有车子被堵住了 看到是讨厌的人 最好给堵死 我们要这样的关心吗 这和我们讨厌的人有何不同 不要逼人穿上他不想穿上的衣服 更不要逼人把衣服脱下 多元很棒 彩虹很美 可是一旦闭上双眼 就是天黑 接着来看新周日报的评论 标题是 4.0集会所思 当集会演变成嘉年华时 是否让集会基础变掉了 新周日报作囊作者林德成写道 不如换另一个想法 充满悲愤 怒气叫骂声的集会 难道才能有效地表达出 集会五大诉求含义 作者说既然是和平集会 为何不能选择以温和愉悦方式去进行 然而当选者不但没重视这场万人集会 反而凭借自己喜好标准去评定 例如作者质问 为何集会前夕 才来禁止印有竞选文室的黄色衣服及船单 何以马六甲警方要克留集会者 为何温东集会者巴士被勒令折返 还有早前声称要带八冷刀去集会的红山军 这些白色恐怖事件 民众都在等待政府一个交代 集会过后 路要怎么走 人民现在做了自己部分 上街表达了自己诉求与民怨 接下来交由人民代议事去捍卫和争取 所应该有的结果 十月份国会复会时 获是一个难以预测的局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